为了配合桃园市府捷运绿线工程 北桃园地区包含了桂山 卢竹 以及新北市的林口等地 今天上午8点开始全面停水 而且要停到14后的凌晨3点 最长停水时间达到43小时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桃园人 也就是16万户会受到影响 而市府也在34处地点设置了饮用水站 来提供民众究竟取水 大锅子接水 业者抓紧时间除水 一桶又一桶还是不够多 因为12号开始北桃园地区大停水 除了水能撑多久是多久 停水会有影响吗 会啊 当然会有影响 可是因为我们的水塔 不知道能撑多久 能撑 能做几台是几台吧 影响的蛮大 因为最主要就是除了 我们一般店家的用水的不方便以外 台水公司配合市府捷运绿线工程 从12号上午8点到14号凌晨3点 够三天停水 最长停水时间来到43小时 停水区域有桃园市 龟山 卢竹 巴德等区域 以及新北林口 泰山 吴谷等地区 停水户数多集中桃园市 总影响约16万户 一年停水三天 业者就怕水不够用 停水到停一天嘛 我们到高院 两天三天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了 停水期间市府与自来水公司合作 在指定地点设置34处 饮用水站 方便民众取水一同撑过三天 停水期间 记得林祝强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链